正夜裡一輛警車冒出大量濃煙 車頭還不時有火蛇竄出 消防人員拉起水線迅速將火勢撲滅 之後打開引擎蓋撒水降溫 避免再度起火燃燒 這起火燒警車意外就發生在 京峰路與行善路口 當時內湖交通大隊 兩名員警結束九側領檢 在回程途中發現車頭冒出白煙 趕緊停靠路邊 當時警車就是開到了這個路口 因為不明原因冒煙起火燃燒 兩名員警趕緊下車 才沒有釀成更嚴重的意外 由於火勢猛烈 車頭幾乎全會 警銷人員出動脫掉車 將警車脫離現場送往保管場 我們會等消防局做進一步的 調查起火原因之後 才能做評估說 是要做修理還是做報廢 這輛起火燃燒的警車車07年 四月底才剛通過定期裝備檢查 遠景當時慢速行駛 為何會突然起火燃燒 如果說中站老舊的話 它高速轉動不起來 那個馬達就過熱 過熱它是本身就沒有那個保險區 它就隱然了 最近天氣赤炎炎 是不是因為引擎過熱 才會起火燃燒 相信原因還有待調查 只是身為人民保姆 辛苦深夜巡邏 卻碰上火燒車意外 真的是驚險一瞬間 幸好沒有人員受傷 記者楊中盛 陳芷芳台北報導 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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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下